就在AZ疫苗和交涉疫苗接连传出血栓个案 那么使得原本对于疫苗就很怀疑的人越来越抗拒 在美国有21%的美国人说他们永远不会去接种疫苗 美国其实有一个族群自始至终绝对拒绝注射疫苗 就是白人福音教派的信徒 调查显示有三成的白人基督福音教派信徒表示 他不会自愿去打的 美国人大概有四分之一都是属于福音派 其中白人福音派成年人就有4100万人这么多 新冠疫苗打不打又要打哪一款疫苗成了全球关注的议题 继美国官方宣布暂停施打交声疫苗 丹麦也开了第一枪因疫情控制得当 宣布将永久停止AZ阿斯特杰利康疫苗 疫苗接连传出血栓的罕见副作用 也让疫苗怀疑论更加发酵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 百分之二十亿的民众可能永远也不会去接种疫苗 恐成未来群体免疫一大阻碍 快马加鞭为全民接种的美国 截至14号已经打了近两亿剂 7600多万人 相当人口23.1%完成接种 但美国有一群人 白人福音派教徒 至今对疫苗仍相当抗拒 主要因常年不信任政府不相信科学 加上错误的讯息和政治认同 美国人有四分之一都属于福音派 这位以南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为据点的牧师斯佩尔 因抗议新冠防疫规定在全国打出知名度 去年春天 他在网路直播自己因封城期间拒绝关闭教会 遭软禁在家的过程 其实全国福音派协会1月的调查指出 95%的福音派领袖 对施打疫苗持开放态度 但斯佩尔大力反对 根据保守派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院 白人福音教徒 比其他宗教团体更容易相信特定阴谋论 像川普赢了2020大选或右翼的匿名者Q 现在他们的新冠疫苗阴谋论 可能影响所有人 因为工委专家说 要达成群体免疫 要人口约7成完成接种 凯泽家族基金会的民调则显示 28%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 表示绝对不会打疫苗 另外6%说除非硬性规定 否则不会去打 不少到这个教会的人是看了新闻 知道他在疫情期间也开门而来 这种目标的目标 我现在不是教会的,因为我们是一个 radical的怀戏 我们对我们的脏子不相信黑面 我们对我们的脏子不相信 不相信 这样的 你会不相信 没有 你会不相信 你会不相信 我会不相信 你会不相信 对于法律 我会相信 我会说 他会说 你能够吃它 我会不会 我不想 斯佩爾宣揚保守派政治 他的教徒跟一般基督教会比起来 组成相当多元 一部分是因为他用游览车 把人从各地再来 根据美国集管中心数据 非裔和西班牙裔 新冠住院人数是白人的三倍 死亡也是两倍多 但他依旧不鼓励有色人种信徒 去接种疫苗 美国白人福音派巨大疫苗浪潮 就如同新冠病毒迅速扩散 且基于他们错纵复杂的 道德医疗政治网络 恐怕将让拜登政府的疫苗推广 更加棘手 TV新闻综合报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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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